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怎样去传福音 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情 为主做见证的事情 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很烦恼的事 我们要怎样传福音给人 我们要怎样去见证主的爱 我们要怎样去见证主的救恩 怎么样去拯救我们的家人亲友 这个是我们很关键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我们得到了救恩 但是我们的所爱的人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怎样得着福音 各位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福音 心里有变化的话 我们跟他说 你做这个 你做那个 你要改这个 你要改那个 这样比较像样 那个比较有责任感 你越说 他越烦恼 越苦恼 对不对 因为你只是在要求他 他也只有认为 你一直在给他一些压力 因为他不想做的东西 你一直叫他做 所以心没有改变的话 这个叫人要行善 叫人要公义地面对他所有的情况 比如说责任 你要有责任感 你要负责任 这些 那如果你没有负到那个责任 人就会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做不到 失败了 这个失败不单单只是做不到 是你答应了 你同意了 但是呢 你失败了 所以是道德上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呢 在人的身上呢 有那个罪恶感 然后要求的人呢 也觉得说不公义 所以不只是单单做不到而已 这是牵扯到人与人之间 有一个破坏性的那个关系 所以要怎样传福音呢 各位 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就是不能够接受 上帝的那个好消息 就是福音 所以从这个方面呢 我们可能要复习一点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么好的福音 福音是 耶稣基督他为一个罪人 为一个无能的人 不能祷告 在这个世上有问题的人 他们能够改换异性 能够因为神的恩典 给他们救恩 为什么这个事情 人不要相信啊 你一讲的时候 有些人很恶心 也不想听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讲了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不要相信 为什么他们不要信 靠一位良善的神 这么好的一个福音 这么好的一位神 为什么不要信 其实福音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信息来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想听 因为他们不想听到 有一个债 他们不能够还 没有办法还清 这个是罪 他们知道要还恩 所以他们不想 因为你承认的话 就是要还恩了 要还那个债了 对不对 而且呢 开始在心里面 不想要面对的时候呢 你再说 再说 如果开始你不要说 你不说没有事 你再说 而且也不是 好像要求性的 你只是把事实说出来 但是为什么人 会那么的苦恼 甚至很讨厌 因为福音本身 是讲到有神 讲到有神的爱 为什么需要神的爱 因为如果有神的爱 就是说我缺乏爱 我缺乏 我有那个不足 对不对 我有一个失败 我有一个欠缺 我有一个自卑 我不能够正常地 活我的那个生命 所以你一个人 接受福音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一定要谦卑 他一定要承认 但是如果他不要 接受的话 下一步呢 他就是讨厌 讨厌不只是 这个福音信息 因为这个福音本身是神的 所以呢 他讨厌神 所以有一个 以神为敌的 所以各位想 他欠债不能还 他也不能够面对 这位神 所以用讨厌 恨恶的那个方面 来面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够爱 你不能够信任 你就是相反 就是要恨 不然就是不理 其实不理是没有办法的 一直讲 一直要面对 那个事实的时候 就会发现 人不能够面对 所以 换一句话说 就是要承认自己 有过犯 有犯过罪 这个怎样 能够接受 所以说真的 这个福音本身 要接受 这个福音 人家要被说服 要能够接纳 换一句话说 需要罗马书 一章 二章 三章 一直定人的罪 一直要讲到有审判 罪就罪 但是要讲到 你对神犯了罪 你自己也犯了罪 这个怎样接受 所以 这个很容易 人就是不要去看 不要去面对 不要听就好 逃避就好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使徒巴罗在这里 他把一个一个的信息 带出来 其实如果我们 好好的珍惜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里告诉我们 怎样去传福音 如果我们不会传的话 每次传福音失败 或者是说 每次传的时候 只是在告诉人 你信 信好 你来教会 这里有很好的 弟兄姐妹的关系 有时候还有很好的食物吃 还有什么 很好的团契 这里也很安全 这些等等 说这些东西 反正你没有东西做 对不对 来一下 我们就想到这方面 这个是在人间里面的好消息 对不对 不是啊 不是这样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所以要怎样去让他们知道 耶稣基督 为他们的罪 有位主 愿意 从他们的罪 拯救出来 他不能够还的债 他那个与神为敌的关系 神爱他们 他们所犯的罪 有恩典给他们 但是 怎么样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不可能 除非他承认 先承认 有道德上的失败 为什么讲道德 福音 很多人就觉得说 福音就是 你能够认识神为你的天父 这么好 你做孩子 儿女 要为一个天父 好像可爱 然后你面对神的时候 你向他祈求 他什么都会听 这么好的一位神 拜拜 然后就能够得到 神给你的东西 这个叫信心 所以各位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这样的话 人得到好东西 他就继续信 有一天 神要你成长 要他成熟 不再给你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要信 所以 没有真心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讲道罪 你不认识神 你干犯到神 你不认识神 祂是你的创造主 所以你能够信任祂 所以是讲到关系了 各位想一想 如果你认识有一位神 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 也在这个世界上有 祂命定 都是良善的 各位 下一步是怎样呢 你不是接受 就是远离 对不对 你接受的话 就是说你要信任 我用信任 因为这个是神本身 祂自己愿意也因着爱来创造的 每一个情况 每一个情况 家要怎样 像家 孩子要怎样像孩子 父母应该怎样像父母 人生应该怎样过 这些东西都是神已经命定了 人不要 所以同性的 慢慢 为什么罗马书前面会这样说 因为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 是跟我们与人亲密的关系 很有关系的 我们要跟神 要认识祂 要跟祂有一个关系 不是单单只是知道 你要跟祂有亲密的关系 因为你要能够从心里面 信任 感恩 对不对 所以是有一个关系的 所以这个关系 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 你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 能够体会到 你肯定不能够在神那里体会到 所以完全悖逆 完全就是堕落的那个情况 那种关系 人反而喜爱 因为跟神已经不对的关系了 所以跟人之间的关系 从哪里 讲到那个性的东西 这个是很自然 当然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罪 但是很自然会体会 体现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各位 我们有没有想过 当我们在发梦的时候 然后 然后好像想到人生里面 最甜蜜 最好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得到钱财了 你得到名誉了 你还会想要什么 你希望有最美好的一个关系 有爱 这个爱不是只有在口头上 有事迹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跑到性方面 亲密方面 对不对 彼此信任方面 那我不要讲到太远 不然就是重复 殖民章了 我已经说过的 所以我就给一个 因为 罗马书第一章 要讲到福音的话 我们看这个16节到20节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 就好 因为这个16节到20节 我们才到这个2章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 有一个根基 因为这里有一些 使徒保罗 他要说的一个论述 他有一个思想 各位想你看 16节 我不以福音为此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OK 各位为什么人不要听 有永生 有救恩的事 对不对 16节就这样说 第17节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一本是 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个信 我再说一次 这个信不只是一个 好像信有神 这个信是一个很亲密的 换句话说 是一个信靠 信任 对不对 你信任 有神 祂的一个属性 祂是信实的 祂是良善的 祂不会背负你的 祂说有就有 祂说祂应许 就一定会成就 所以你可以信任祂 对不对 所以义人必因信 神是公义的 来得生 所以为什么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要讲到纠正的事情 即十七节 其实这样讲 为什么人不要讲到纠正 因为公义的事情 就是讲到一个人 他越来越纠正 他的人生 做正确的事 正确的事 对不对 还有 十九节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源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我这样认为 为什么人不要面对 这个罪 十八节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 在一切不谦不仪的 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十八节 为什么人不要谈到犯罪 不公义 不圣洁 不坚诚 不正确的一个事情 能够讲到别人的罪 但是讲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很难面对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要讲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很容易讲 人有罪 但是 你要把一个人 面对他 你知道你犯罪吗 很难讲 很难讲 如果他自己有意思的话 我就不用讲 多么好 其实使徒保罗也很温柔地 把这些的论述讲出来 因为他就讲 很客观地讲 直到第二章的时候才说 你这个人 对不对 你这个人 所以人 为什么不要面对 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有神的愤怒 已经有罪恶显明 我们的人生出现了矛盾 已经有出现问题了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面对神 为什么没有面对神的时候呢 换句话说 面对有问题的地方 我问大家 如果有一个人 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是这里赚 那里赚钱 他自己本身知道 可能这样的一个工作 不能够长久 不能够得到永久的那个利润 然后他 心里面有点不安 因为他心里面知道 这种快见的方法 得到那个钱财 那个薪水 有一天可能会失去的 对不对 那他应该不应该感到紧张 你跟他说 没问题 神会保守的 神给你平安 这个是在骗他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不是事实 所以他如果有一天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感觉到忧虑 这是正确的 因为他应该担心才对 对不对 他有一个人 他越来越正直 他的家是怎样的 他一直盖过去 盖过去 各位你知道 我们的脸 以前青春的时候 有青春痘 对不对 有些lotion 是给你盖过去的 有一天 长大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脸全部坏掉 其实不是因为 茶不好 是因为你一直在盖住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隐藏 直到有一天 出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感人才对 所以你看 为什么人不要面对 神的荣耀 19节 20节 不读了 为什么他的勇能和神性 不要面对呢 因为不敢 不敢 还不了债 不能够相信有恩典 相信恩典 是要相信那种 恨财的那种恩典 不是真正的相信 神的恩 叫他感恩 所以正直的 在这个地上 要活下去 没有纠正这个事情 神是有怜悯的 不是每一个罪 他都指出来 要审判 他没有每一个罪 都审判的时候 我们又没有感恩 但是很多人 没有面对 不感恩 这个就是第二章 所要说的 我已经讲了 所以我今天 不会拉大家太久 但是各位 如果我们相反的 相反的看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可能可以从这个 十六节到二十节 重新我们得知一些的 神他怎样的启示 二十节 神讲启示 原来他在这个世界上 是明明可持的 有勇能 有神性 什么都有 对不对 借着所造之物 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 在这个世界上 有秩序 有各种各样的造物 都是不可能没有造物主 我们的心也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神的事 所以自从造电以来 所以他接触 接示的 这个是十九节 二十节 十八节就说 还有多一个 他彰显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问题出现 有瘟疫 有问题 人与人之间出现问题 这个是上帝许可 认评 因为要让人知道 有对神的那种悲逆 所以这是第二 他启示 但是他也一直接着福音 要告诉人家 要纠正过来 然后呢 这是第十七节 然后第十六节 他怎样彰显呢 他也拯救 那个信徒们 所以我跟大家说 这个十六节到二十节 我们要记在心上 因为从十八节到二十节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的论述 因为这十八节到二十节 就是要讲 从二十一节到 这个三十二节的 因为他有一个 idea 有一个思路在那里 什么是神的愤怒 十八节 是神对一切邪恶的 公义的敌对 第二 第二 对谁呢 向着那些 已经知道有神 但是呢 就是故意要压制 抵制 抵抗的 这些人 其实全人类了 然后怎样彰显呢 就是神 抛弃了他们 任兵了他们 所以 我们都已经熟悉过 我复习的原因呢 是叫大家知道 有这种 上帝任兵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如果有一天 你所爱的人 我放弃了 这个婚姻我放弃了 这个孩子我放弃了 我自己的生命我放弃了 各位我们人会不会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做过 有 我跟大家说 这个是人也会做的 所以我们知道 神放弃的时候 这个是怎样一回事 因为他已经说了很多遍 但是有一天呢 不管了 完了 那个时候就完了 因为那个时候心也不在 大家知道这个严重性 所以有些人呢 他们人与人之间关系 他们比较聪明 比较有智慧的人 拉关系是可以 但是不要拉给他断 对不对 断了 放了 不要管了 神就是有这个事情 其实 神在我们心上 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第二章 其实要讲这个 因为第一章 一直要讲的是 一个 从这个世界 这个创造物里面 你可以知道有些事情 但是第二章的时候呢 就是要讲 OK 现在呢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论断别人 有没有自己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 有的话 其实你再承认 原来有公义 原来有一个水准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看 但是 我要跟大家说就是 当我们把这个神的公义 带出来的时候 在使徒保罗把这个神的公义 圣洁 带出来的时候呢 我问大家 这个需要吗 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吗 福音是 没有人会这样接受的 说真的 没有一个人会 这么容易就接受 如果他接受的话 骗人的 除非他真的面对到 需要福音 需要 为什么需要福音 他被说服了 他渴慕福音 他不得不要福音 只有唯一这个福音 可以解决他的生命里面 道德上的 心理上的那个堕落问题 不然的话呢 你跟他讲福音 他把他当作是一个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事情 所以 传福音呢 也可以说是一个庙来的 也是一个艺术 因为 就是你要等 你就是要讲一章 绝不讲 然后讲到二章 讲到三章 就是要等 等到 全部能够讲完 但是又不可以硬 你太硬的话 人家stop 不要听了 你就不能再穿了 对不对 所以要有耐心的 所以你看 使徒保罗非常耐心 一章 二章 三章 我们已经听到很闷了 也很压力了 为什么还是在讲 对不对 为什么一直在讲 那个 好像有一点用 使徒保罗用那个律法 律法 犹太人有 但是外邦人 写在心上的律法 也有 为什么一直用这个东西 来控诉我们 为什么这么难 我们读这个罗马书 这是讲别人的 所以可以读过去 但是如果你看 这是讲我的 很难吃得消 很难读得下去 原来我也有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罪 你真的是去面对的时候 你在这个 罗马书一章 二章 你会哭的 你真的会很震撼 然后心里面 已经不知道要放哪里去了 只有两条路 第一是你讨 第二就是你好好的面对 求主 不得不需要 祂的恩典帮助 这个就是 为什么需要 唯一祂的恩典的理由了 所以各位 我们有时候 我跟大家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干犯了 道歉就好 但是你的道歉没有诚意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够这么容易接受 因为人有尊贵 你犯了 你干犯了 你要有正确的方式 来道歉 才可以的 不然的话 心里面还是有一个苦毒在那里 两个人 上个人 在那里 还没有完全 所以一直寄来继续 这个代表什么 其实 没有这么容易忘的 除非你继续 靠主 悔改 然后爱 等有一天 神显明 因为这个是做不了 人做不了的事情来的 因为 你多一点好像不公义 少一点好像不公义 你多一点好像你小看我 我一直 我跟你原谅 原谅 道歉 道歉 道歉过多了 你小看我 道歉少了 没有诚意 什么才对 什么才正确 正确不了 给你钱 OK 好了 我就看在先的身上 但是这个只是暂时而已 人 怎么能够能够被一些祝福 看得见的东西来买 因为没有尊贵了 人是需要尊贵感 所以少了一个尊贵就是罪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讲到罪 OK 所以各位 当我们要把 我们真的要把一个人医治 把他建造起来的时候 恩赐的方法 不是不讲 是要面对 但是不能够只有 把他拆开来 把他打碎 你拆开也要一个一个拆 一个一个拆 你知道你这个不对吗 这个不对其实是害你自己 原来你是 你知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方面 你过多了 然后你还是用爱心 恩赐 相待 你还在忍他 他可以的时候 你再面对他 再给他一点恩典 再给他恩赐 the kindness 对不对 所以你一个一个猜 猜到他没有话讲 然后呢 不可以停在那里 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 原来你还是一个人 原来我们人人都有罪 但是我们不能够留在有问题 我们要纠正过来 所以有些人呢 他们被建造过来的时候 他们成为一个更有责任感的人了 他们不是因为人家说的 但是因为看到 原来有好处 原来有人看中他 其实各位 我们人都需要这个东西 我不懂 我这样讲的时候 大家可以描述得到吗 因为这个事情呢 是我们真的要知道 这个是 为什么在这个罗马书呢 使徒保罗说 人都认识神 都知道有神 但是为什么在哥林多 前书那里 却说人不认识神 不明白神的事 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难道使徒保罗写 这个两个不一样的书信 有相冲吗 不可能吗 所以肯定是 一个呢 是讲到一个知道 知道 但是呢 另外一个是讲到 亲密的信靠 因为不明白 所以这个不明白 不能够信靠 大家会理解吗 所以已经知道的 但是一直抵挡 抵挡 所以你没有办法 进到那种 能够信靠 认识的那个地步 OK 所以讲到心灵里面的 一个事情 所以到底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妈妈讲 爸爸讲的话 知道是一回事 你知道是好的 但是你很难去信 这个是对你好 的事情 因为你也不要去想它 也不要 就是孩子 其实 是要慢慢 要什么都要教 而且要等的 牧羊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牧羊的庙 你不管怎样追 去找那个人 谢谢 谢谢 直到他 有点愿意的时候 你在讲的时候 什么都能够接受 所以说实在的 有时候是我们 我们真的要知道 那个情况 其实你的心会告诉你 你的良心会告诉你 他ready吗 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 自己很大 放不下 生气 然后不觉得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面对主 你没有面对主 没有能力 当然是没有办法 所以其实 罗马书一章 二章 三章 是要告诉我们的是 人都没有能力 律法说出来的时候 都告诉我们 人没有能力 人也没有借口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人真的是无能的 在道德上 无能到底 所以 要指向的是基督 就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所以你要信到底 律法可以帮助你 可以救你 不是这个 是要告诉我们 指向这个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所以这个 你看二十节也说 无可图一尾 三十二节 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承认别人去行 行什么 犯罪 然后越来越无悔的行为 所以你这个论断人的人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看一直讲无可推诿 无可推诿 你只要叫人 带到神的台前 然后面对他 其实是这样的 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不敢看他 但是各位有没有 我们人 有没有时常这样做过 我相信我们都有 只要他跟我讲一个 他犯什么错 他不对 只要他说 我就原谅 我就看开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我们时常这样 只要他说 他承认就好了 但是就在等那个东西 等很难等 所以为了等那个东西 这里堵 那里吃 什么都做 就是为了那个 为了那个公义 人是真的需要公义的 但是怎样忍 所以人是忍不了 所以需要神 所以这个 我们的人的那个光景 都是要指向 我们与神之间的 那个关系的 我们与神那个 那个不信 还有那个 因为神本身呢 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就认识 这个神本身就在说 祂的 Created order 祂的被造秩序 被造秩序 这个东西很好用 该不该工作 该不该白天工作 起来 该不该晚上睡觉 这些都是神命定 白天 你看得到 当然是去工作 黑夜的时候 突然间 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个暗 突然间 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 我自己也试过 很奇怪的 好像到了11点 12点 1点的时候 我是开 开一点电视的时候 那个电视的声音 要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个volume 要越来越小 那个量身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耳朵也是一样的耳朵 家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没有人潮 但是就是越一夜的时候 越清楚 越清楚 越敏感 其实犯罪的也是越多 对不对 所以 晚上睡觉最好 白天起来 晚上是 不应该面对 太多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是上帝 创造的秩序 工作应该好好的做 对不对 教会应该好好的来 然后 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有过度的 也有 应该要执行的 不能够 有缺陷的 这个是一直要学 一直要纠正过来 没有说 学到完了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上帝 一直在纠正这个事情 所以 这个 第一节 你看 你这个论断人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说 这个人 已经认识了 神自己 揭示的这个事情 所以再说一次 上帝已经揭示自己什么 第一 他的永恒神性 第二 通过神的愤怒 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第三 他有福音 他福音的大能 然后呢 他真的拯救了一些人 真的有一些人 他的生命改变 有些人 他们不要信福音 因为 他们就是有一个人 犯犯他 这是很真实的事 但是很奇怪 就是一个人 两个人 他就是 每一个好信徒 都不要看 很奇怪 对不对 但是就是他 不能够过那关 对不对 不能过那关 因为这个是一个 道德的一个事情 过不了 不能够谦卑 这个要 这个要 我们求主 给我们指挥来 讲醒他 讲醒他 所以 讲是应该讲 但是只有神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是一个战战兢兴 各位如果读的话 这个一章 二章 三章 你可以感觉到 使徒保罗是 一面讲的时候 一面是在祷告 他战战兢兢的 把这些的经文 就是写出来 他不可能是 一个罪 罪罪罪罪罪 他不可能是这样做的 有爱的一个使徒 但是他知道 人一定要知道 他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第一 第一 是那个假冒为善 你在什么事情 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情上 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样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换一句话说 他要讲一个 假冒为善的一个事情 其实他要讲的是 对谁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对不对 你看这里 你这个论断人 你这论断人的 但是那个原文是这样 You old man 你这个人 其实只有犹太人 这样讲话 古代的那个方式 所以这里是 其实是指犹太人 但是呢 他的用意 其实包括了所有的人 我是自己这样想 罗马信徒 大部分都不是犹太人 都是非信徒 就是西里尼人 但是为什么他这里 是在控诉犹太人 然后呢 他间接地要告诉 罗马 西里尼人 原来你们也有罪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 这个也是一个智慧 从客观的 然后慢慢进到主观的 要等的 要忍耐的 要传福音 也是要有一个祷告在那里 所以祷告 为什么传福音 有一个祷告 因为你不要冒犯他 但是需要冒犯他 会明白这意思吗 你要让福音冒犯他 但是你又不可以太快 对不对 你要祷告 他能够接受 接纳 这个事情 所以 这个是 所以使徒保罗到现在的时候 就在说 你看你这个 你讲你自己没事 你做了这个 你无可推诿 更是无可推诿 为什么呢 你自己本身在定别人的罪 讲这些犹太人 但是呢 各位想一想 虽然是 对着犹太人 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外邦人 或者是说 非犹太人 他们也是怎样 也是在指定别人 我们有这个倾向 等一下我们在这个 分享的时候 我们可以 谈论一下 各位有没有这个毛病 其实我们每个人 但是各位有没有毛病 就是什么 批评别人 不批评自己 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但是看到别人的东西 看到很清楚 真的很清楚 这个这样 有时候我也 进到这个 因为我 让我的舌头 松一点的时候 松一点 什么都讲 想到什么 就讲什么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太快 过后 那个人在那里 才发现 为什么我这样 这样说 这样讲 其实不是他的错 他的出现 是你一直以来 嘴巴应该要安静一点 对不对 所以 也其实不可以这样 而已 其实 神让那些事情 给我们看 是叫我们 知道原来我们有问题 你不要再靠方法 不要靠一些 有这个人 我们就不要讲这个 在那个人 我们就谨慎这个 你这样的话 精神病了 什么都要关注 这个要关注 那个要关注 其实是要从里面到外 要通的 要能够 所以 各位你看 如果你定别人的错 定别人的罪 然后很挑剔 除了自己 就挑剔很 对别人的话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 有意识 什么是错 对 所以换句话说 你如果 有意识 有错的地方呢 你也知道 原来你自己也有错 原来你是在 定自己的罪 你定别人的罪的时候 原来就在 定自己的罪 这个就是 这个经文的意思 所以不是在 有些人我就看 他来到这个教会 他只有学一些方法 对妻子 对丈夫 要温柔一点 要尊敬一点 这个当然要学 对不对 但是讲这些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为了告诉我们 我们很难做到 所以我们 非要靠祷告不可 我们要预备心 我们要靠近主 我们要认识 圣经 洁净我们 我们的那个 如果我们不悔改 就会积攒 那个神的愤怒 在我们身上 但是如果我们 过一个悔改 靠主的那个生活 我们会怎样 我们心有一个盼望 主 你会一天 一天地医治我 一天一天地 除掉我的那个罪物 一天一天 叫我正直过来 各位有没有这样读经啊 有没有这样的来教会啊 因为这个是圣经 应许我们的 对不对 这个是 敬前度日的 那个应许来的 你会越来越清洁 越来越能够 正直地 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 第二呢 就是照着真理 我们知道 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 真理审判他 我本来是想 一节到第五节 六节到第几节 然后分 但是太重要了 所以一个一个来看 等一下很快就过了 所以 各位我们 看神的公益 审判 那个台前 是 怎样呢 是 有时候我们在 这个法庭上 我们看 这个律师 那个的审判官 讲话 太厉害了 白讲的白 白讲的黑 那个公益 原来是 人辩论出来 谁赢 那个公益 就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 越来越不相信 有公益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 这个人的 这个世界里面 太模糊了 好像会讲话的人 就越得逞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 有这个公益 但是我跟大家说 神不会讲 没有逃得出 他的眼睛的 第一 神是怎样 神是 完完全全公益的 完全公益的 所以 他不会有败坏 他不会有收贿录 他不会有这些 所以他一定会 公平的审判到底 而且呢 会怎样 他不会 有一些小事 看不到 原来他 无所不知 所以他什么都知道 不会有一个 漏掉的 还有呢 他无所不能 他要惩罚到底 他要纠正 他一定能够纠正 纠正到底 他不会到一个地步 没有能力了 我没有力气了 不要做 不会讲 还有呢 他一定会 他的人生 他的时间 比你还要长 对不对 所以 他一定看到一切 没有一个东西 能够逃得出 他也应许到底 他一定会公益到底 所以有些人 他们不喜欢 有这样的神 为什么呢 神应该良善嘛 良善的神 应该不公益一点 荒谬 哪里有这样的事 对不对 良善就是良善 不良善就是不良善 公益就是公益 非常准的 一点点都不行 不能够放掉的 这样才公益嘛 哪里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话 他也对你一点点 就是不公益 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两个选一个 不可能是大概而已 完完全全公益 完完全全 有完美的一个审判者 所以每一个人呢 都必须来到神的台前 这个是我们的良心 告诉我们的 所以 然后第三第四呢 讲到 你这个人啊 对不对 没有办法逃避的 这个事情 神办难逃 写是难逃 但是无可逃了 OK 所以 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世界上呢 我看 人与人之间 总是有 那种争吵 然后争吵过后呢 也因为他们无能 不是无能 有能力有限 所以学习东西有限 接触有限 所以他们就 找 就 有借口 给出借口 什么借口呢 反正我不知道嘛 我知道的东西不多 所以 为什么我需要 面对 为什么 这个责任在我身上 他伤害我 所以 为什么我要行公益 他伤害我 还有呢 人容易 软弱吗 人容易就受试探吗 他的性格是比较温柔的 所以我们就许可 他可以犯罪 是这样吗 我的时间 做不到 所以我可以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 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们都会找出来 一定有漏洞 只要有漏洞 我就可以逃避 神的那个台前 是这里 这个经文的意思 一直觉得说 你这个人 你论断 行这样式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 藐视他 丰富的恩慈 宽容 忍耐 不晓得 他的恩慈 是令你悔改 所以各位 这里呢 要知道 所以这里慢慢地 我们会发现 注意呢 我问大家一个东西 大家会理解一下 我们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 或者是在家里面 考得比较好的成绩 我就给你多一点赏赐 这个好不好 这种system reward system carriency 这种system好不好 好不好 有些人就想 不好啦 等一下人家就是 为了那个利益 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去做 所以不要啦 但是你不要的话 怎样进步 是这个 这个system的问题呢 还是 人的罪的问题 人的罪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做得好 给他加薪 做得不好 没有加薪 有时候还减薪 这个好不好 不好 这个有一点贬低人 有一点藐视人 然后人就开始 好像开始竞争了 这是什么 这是追来的 不是那个系统的问题 是那个人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怎样叫人类 进步 因为人都是懒散的 如果你没有什么 这些东西 这些的 policy 这些的 原则 还有那些好处 这些来激励人 人会怎样 越做越少 你会 do the minimum 不要动 什么都不要 都不会这样 所以你看人 已经是不中立了 这个叫罪心 堕落 而且不只是堕落 越来越堕落 我跟立文 张老良 他就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就想 安排旅行 很麻烦 什么都不要管 我们真的到那个地方了 然后什么安排都没有 我看他 他看我 然后他 他就说 去这个地方了 OK我们就去 去了很乱 不懂要怎样去 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又等 为什么这样慢啊 那个traffic 等等这些 然后我就想 哎呀 这个真的是逃避不了 当天晚上我就安排 重新安排那个itinary 那个行程 需要三四个小时 但是还是要做 另外一天比较刺激 没有办法 还是要做 其实 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要面对那个情况 不然就是 整天就是在酒店 不出去 不吃 什么都不用 就这样 叫你飞去那里 就是什么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时候呢 是 我们要讲 我们 我们一定要面对的 一些情况 我们不要逃避 不要一直找 找一些的懒散 找一些的出路 各位 使徒保罗他 有一个访问句 还是你藐视他的丰富 恩慈 宽容 忍耐 好像 神应该帮助我 神是他应该良善 他是好像一个圣诞老人 这样 我要他就给我礼物 总是这样认为 然后 各位 不可能这样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 神呢 是一个 不公义的神了 公义嘛 公义 我看有一个戏 他说 有一个煮饭的 一个厨师 他有一些 陈生 有一些 他就 有一点 跟这个厨师说 为什么 多一点油也不可以 少一点油也不可以 很难啊 你要教我东西 太难学了 那个厨师跟他说 如果是容易 就不好吃了 要正确的油 多也不可以 少也不可以 这个你要挣扎过来 对不对 这个就叫正确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你要正确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要正确 所以用right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样 表达 用公义好像又讲到 有一点 那个对错的一个事情 但是 也是有对错的意思 大家知道吗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英语 大家会懂 the right relationship 对的 正确的 才是公义的 才是公义的 差的 缺欠的 各位想一想 如果你来教会 每一次都迟到 崇拜 每一次都迟到 公义吗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对的 我不是在 控告人 但是我问 我问的这个问题是 对不对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吗 准吗 大家会理解 看到孩子回家 就是 骂 就是讨厌 不然就是看到孩子 就是 什么都软了 要跟他说责任的东西 什么都忘了 不讲了 不然等一下破坏关系 你这样就是破坏了 因为 没有那个正确 那个平衡的东西 OK 然后呢 第四 第二 OK 不晓得他的恩赐 令你悔改 然后累积愤怒 累积愤怒 累积愤怒呢 这个我也讲一点 因为等一下可能要分享一下 今天到 比较久一点 所以这个累积愤怒呢 第五节 你 净任 这 你 刚硬 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 积蓄 愤怒 以致 神的愤怒 显他公义 审判的日子来到 这里要说的是 有一个累积的 我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等一下我们 在分享的时候 会提的啦 各位 有些人是觉得说 已经犯错了 就给他犯了 已经对 对的话就是永远对 是这样吗 神称你为义 拯救你了 拯救了 不用管了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什么呢 反正已经有 破坏的关系了 给他破到底啦 杀了一个人 杀九个吧 有没有这样 一样吗 如果有神 这个审判官 我问大家 十八成地狱 公义吗 反正已经到十八 犯罪犯到底 这样的话 没有神了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有 不同的审判 有一个他忘不了 有两个他忘不了 一定要两个的惩罚 三个就三个的惩罚 因为神是公义的话 他不会忘的 所以 这个叫累积 累积 继续 继续的意思 这个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 你放钱在银行 你累积多少 就多少 所以 各位 如果你抓到这点的话 你对人传福音 你知道的 要怎样传的 我们都在家人当中 我们知道 有一些人 我们知道他们 就是有一些平行 不行 已经败坏 不行 但是他们又不要信福音 我们应该这样面对 其实这种人 如果 一出现问题 其实很容易传福音的 因为传福音 不是 改变人心 不是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要指出来 你这样子 不正直 你开心吗 但是要有问题出现 你要等 等到 他真的出现 不是他问题出现 是他自己开始 有一点意识到 不对的 所以有一点谦卑 那时候就要跟他讲了 OK 然后他挣扎是好事 他应该挣扎才对 如果你听 跟他传福音 你的问题 你的罪 神会解决的 是啊 一笔勾销都可以啊 好啊 我信 你相信他信吗 当然你是信福音 不是的 他一定要痛到 真的有罪 需要一个福音 所以 那很快了 所以你看这个 后面字 很快了 所以照着行为审判 受审 那这个累积起来 那这个审判 真的是照着 人吗 你看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 其实是在把这个第六节 扩张讲的 所以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和不能朽坏 之福的 就以永生 报应他们 其实这里有讲一个 很重要的事实 如果你是在公益方面 你是得救的话 你会认为 你会发现 你为了要保住你的生命 你非要追求 努力 怎么样 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 不能朽坏之福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不中意 所以各位 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讨厌 一个恨物 你要怎样忘掉那个恨 怎样忘掉 忘不了 我跟你说 为什么忘不了 因为你没有救望 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你不靠主 然后故意 刻意的 然后你打你自己的身体 叫这个神扶我 我一定要 一定要放弃 一定要原谅 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的 不是别人的 我一定要做得到 别人做不到是他的事 我在神的面前 我一定要做到 这个要打自己的 叫神扶我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意思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 那个最高尚的 你一定会越来越累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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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 然后第八节 唯有结党 不顺从真理 反而 从不义 就以愤怒 恼恨 报应他们 这个恼恼是谁 谁恼恼他们 神 对 将患难 困苦 加给一切 作合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却将荣耀 尊贵 平安 加给一切 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这里可能有些人就说 这样的话 我们硬性诚意来做什么 得救了还 没有功效 不是 真得救的人 他会知道 那个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个事情 不是这么容易 这样接受的 各位 这个是一个神血观 根基 所以 你想 你在你生命里面 如果有一些 犯罪就犯罪了 等下 认就好了 然后那个认 也 好像 反正已经认这样久了 好像越来越没有感觉了 你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我在我生命里面 有一个亮起红灯的 等一下我不得就这样办 我就问自己 这个好像不是 信 加尔文 五大要义 我跟大家说 不是这样看 不是这样读神学的 那个神学 是要告诉你 如果真的没有那种的悔改之心 没有那种杂心 要悔改的话 我真的没有得救 原来我一直来都没有得救 应该是这样 但是如果现在 我有感动 我是得救的 我要悔改 大家会理解吗 这个五大要义是这样信的 所以神学是 那个属灵的根基 不是给你一个安慰 一直得救 又会得救 所以你随便犯罪 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你凭着这个经文看 你会懂的 所以 然后呢 第十二到十六 原来神的审判 都是一事同仁 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被 凡在律法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回忆 乃是行律法的正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写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做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 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讲到完了 很多人以为 因为这个是在对着犹太人 我再说一次 其实是 按照经文来说是 但是如果大家看 很清楚的话 其实使徒保罗 正在讲给这些罗马 很多的非犹太人 信徒 为什么告诉他们这样呢? 然后下一次 17到晚更是在讲明是给犹太人 但是告诉他们 其实说真的 其实是在讲他们信徒 但是使徒保罗是一个很客观 然后间接地告诉他们 外邦人不知道世界 不知道摩西的律法 根本不知道神所揭示的律法 根本不认识圣经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良心知道 因为他们是非之心 他们心里面知道 所以我们信徒是 良心对我们来说重要 很重要的 如果开始有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不管他 放任他 然后觉得说 哎呀 我没有这样多错 别人比较多错 神应该会原谅 你错了 那神就在那个方面 不远 不能够放过你 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律来的 良心是这样的一回事的 你的嘴巴 你的行为 你的各种各样的 一定是有你心里面的一些动机 不纯 因为圣经说的 不是外面的东西 叫里面肮脏 是里面的东西 叫外面 所以神教我们做的是 检讨我们里面的这个事情 OK 所以良心的事情呢 是一个人呢 他越来越敏感这些事情呢 他越会祷告 他越会知道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哇 这样我们每个人 都是做紧紧生生 没有喜乐的一个团契 不是这样 我跟大家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底 但是呢 你的愿意的心 愿意纠正 愿意按着神的安排纠正 每一次呢 神应该惩罚你了 但是每次 哇 黑啊 没有啊 你应该感恩嘛 对不对 神真的忍耐 然后有时候犯错了 求主不要让这个东西 来到我生命啊 有没有 有没有啊 大家有没有这样 有嘛 这个才是怕敬畏神嘛 对不对 应该这样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你们跟神之间是没有什么祷告的 应该有这样 但是呢 主啊 愿意的旨意成就 不是我的 对不对 会有这个 因为原来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写了 但是这里有告诉大家 第一章呢 有一些间接的一般启示 其实这里都是在讲一般启示 第一章第二章都在讲一般启示 有一个完全的启示在这里 OK 但是呢 第二章呢 直接有 有直接的一般启示 什么是一般启示呢 好像良心 不是 特别启示就是讲圣经 还有讲耶稣基督本身 神特别的启示 但是一般启示就是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受造之物 在这些 还有呢 我们的良心 良心会不会败坏 会 但是连这个东西 神也会 揭示给我们了解 所以这个是直接的 为什么是直接呢 什么意思啊 我跟大家说 很实际来说呢 然后就完了 你面对一个人 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 OK 有一些你能够讲的 他知道的 间接已经知道了 OK 但是在他生命里面 一定有一些 神已经直接跟他启示的 有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自己有 所以你知道他一定有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 面对他的良心的时候 他站立不住 他一直在逃避 你找得到的话呢 你就说那点 他就知道 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 你一定要等 一定要等 像神这样忍耐地等 直到忍得就为止 一定有的 因为这个第二章 如果大家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使徒保罗就是在讲一个论述 如果你有恩典 他这样讲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还在定别人的罪 如果你自己有问题 你定别人的罪 你就在定自己的罪 如果没有事在你身上发生 神不是在忍耐你吗 等你吗 你应该悔改了 还不悔改 如果再不这样做 突然就会再来的 会有事情发生的 你不要以为你逃得了 所以这个已经讲了 对不对 有恩典 你应该要怕才对 没有恩典 你早就应该怕了 还在论断变 对不对 所以一句话来说 就是这些 所以这个第二章 是要告诉我们 已经显明了 已经显明了 愿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先祷告 祝我们今天的信息 求主帮助我们 来得到一个体会 来明白主的福音 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又学习福音 又能够传福音的人 主啊 我们这里 正好这样分享的时候 求主让大家 我们大家都一起学习 我们复习 我们也再一次赞叹 主奇妙的那个作为 而且主 你的属性 我们真要好好地认识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 不能够完安全全地 掌握到底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愿意 一次又一次地 来到神的面前 你不会累积 那个愤怒 你反而会累积 永生 圣灵 圣灵 的感动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使到我们靠你 然后越来越能够 被你的爱 被你的灵感动 然后越来越 活在这个光明 活在这个喜乐的 那个路上 求主保守 也求主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名 Amen Amen